日本是台灣人出國旅遊的首選 2022年11月 造訪日本旅客中 南韓最多其次就是台灣人 但除了日本之外 其實還有許多好玩的地方 可能坐全世界最地級的地鐵 這種感覺讓我覺得滿酷的 北韓平壤擁有全球最深地鐵 隨著網路資訊越來越多 不少台灣遊客也打算 親自走訪北韓這個 神秘國度 而旅遊業者也更加瞄準 奔中市場推出特色與主題旅遊 前一陣子台灣有一群人 跑去西班牙走朝聖者之路 像菲律賓的長灘島 就是一個情省愛好者的天堂 在加拿大的話 就是幾乎是一年當中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極光 旅遊達人布藏司 分享看極光可以去加拿大 因為大老遠跑一向北歐 還不一定看得到 想出國放鬆 也想省得包其實有小撇步 只要說星期二出發 那或者是說星期五回來 這時候會是比較便宜的 另外像是農曆新年過後 也是淡季 旅遊業者就表示 很少人會在剛過完年 就出國旅遊 即便是員工旅遊 也幾乎不會辦在這個時候 而不只定機票的時間很關鍵 用什麼語言來定也有關係 周南美洲的機票 用西藍牙語會比英語還要便宜 隨著國境解封 奔透走的台灣旅客 總算能出國旅遊 也讓航空公司和其他業者 無故摩旋擦掌搶工意後商機 3日新聞 歐洲捷律令韓 台北報告